她是子喜太后干儿子的孙子,是鲁旭的侄子,印尼圈里面无人不识。 说其娱乐圈终于历史名人画钩最多的演员,那么花喜哥许少雄的身份,可以说是最让人佩服的了。 许少雄出生于1948年,现如今已经71岁了,是香港TVB的演员,而且当年当艺人去香港上班的时候,她是第一次开奔驰上班的人,那是在1972年的时候,大家可想而知,那个时候她就很有钱了,就更不要说别的了。 而她的家庭背景更是历史,凭借着祖上的方便,她的家里是开于十殿的,而她的太公便是鼎鼎大名的许英权。 许英权有多厉害,她是慈禧太后的干儿子,一品大官。 最让人震惊的是,她有着能够在此进城骑鸾的特权。 而她的两个书工的身份地位也都非常的厉害,一个是创办皇谷军校的司令,一个想管着一个地方。 她的姑姑是徐广平,而她的姑父则是鲁迅先生,实在,是一个名门世家。 因为家族中人实在是一个比一个厉害,一个比一个传奇。 孤儿越语造篇《妻子登科》,就是讲他们家族的故事。 虽然她的家庭背景非常的强大,但是由于她实在是太低调了, 孤儿依旧有很多人不知道,也许大人物都是那种比较低调的人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